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4年谈中美脱钩背景下 怎样顺利取得移民签证 那我们知道呢,这个要办理美国绿卡 在最后关键的阶段呢,可以有两种形式 如果人在美国境内,可以提交S85调整身份取得绿卡 如果人在美国境外,比如说在中国 可以在广州领事馆办理移民签证 不管你是职业移民,比如杰出人才啊,国家利益豁免啊 还是投资移民1B5,或者是亲属移民 都可以在广州领事馆办移民签证 有一些人呢,是因为他不方便取得其他的签证 先到美国,然后交S85 也有一些人呢,因为在中国的工作原因 以及家庭原因等等,要办这个移民签证 那么每年呢,通过移民签证 在广州领事馆通过 然后拿到美国绿卡的这个人数还是很多的 我们知道呢,最近几年以来 因为中美关系对立脱钩啊等等 那么现在呢,美国签证要取得比以前更难 举例来说,旅游探亲的B1B2签证 那以前发放的数量是很多的 现在呢,要批准比以前要难得多 如果你留心这方面的情况就会了解到 那么留学的F1签证呢,暂时受到影响还比较少 每年呢,还有将近10万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啊 来学习 那当然也有一些遇到问题的 但是总体是少数 但是呢,如果是留学基金委CIC资助的 或者呢,是要办这个访学的J签证 或者是来自所谓国防妻子啊等等 其他一些学校受到10043限制的 那要拿到这些签证呢,就比以前难 当然也有一些敏感专业的 包括工作签证等等会遇到check 移民签证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在这里来讨论一下 我们看到呢,首先美国这个领事馆呢 在问卷中呢,增加了一个新的选项问题 在最后,itemm问到呢 你是否准备在美国继续做本专业领域的这个事情 那这个呢,尤其是对于职业移民啊 那不管是雇主支持的 还是大多数也是自己申请的 那你所谓职业移民嘛 那应该呢,有这个意向 就是说在美国长期定居,工作,生活 但是过去一段时间呢,我们知道 有一些人呢,比如说 他人到中年三四十岁,四五十岁 他可能呢,办绿卡一个重要原因是给孩子 那他自己呢,办了绿卡以后 因为在中国还有他已经做了多年的这个工作职位 可能在美国短期登陆以后呢 就会返回到中国 包括也有一些其他的经商的 文化类型的,体育类别的等等吧 这些方面的人才 时间长了呢,美国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所以呢,现在增加了这个问题 那么怎么来回复呢 那如果简单的提到说 我办绿卡就是想要一个身份 拿到绿卡以后 我还准备就回到中国长期居住 那这个显然是不符合要求的 那有的人说要到美国长期居住 但是过后我又不能实现 怎么办呢 那这个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 就像赴美生子等等 这个原则上也是允许的 是可以的 只要这个个人负担费用 能够实际解释这个情况 而不是试图隐瞒说这个怀孕的情况 赴美生子到现在一直也都是有的 只要按照规定 那类似的呢 办理移民签证 自己的打算也要有一个符合情况 然后也符合要求的说明 那比如说如果我要到美国工作 哪怕我现在还没有确定 在美国具体的雇主 也没有关系 那提供一个说明 表明自己的意向就可以 当然这个说明呢 现在美国政府对于移民签证发放呢 也比以前更加谨慎 有更多的审查 这方面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呢 可以联系我 除了这个以外呢 另一个众所周知的呢 就是关于党员问题 那这个呢 我们以前也有其他的视频等等讲到 但是呢 一直过了这么些年 还是我们听到有一些人 因为党员问题被要求 提供更多的详细的说明 或者造成移民签证被拒 那我们知道呢 美国移民法规定啊 这个对于曾经是党员的呢 可以有两条例外条件 一个呢 是非自愿 involuntary membership 另一个呢 是退党已经超过五年 那除此以外呢 如果你有直系亲属 比如说配偶啊 子女啊等等 是美国公民 或者有绿卡 那么也可以办601豁免 但是对于移民签证类型呢 这个只有移民签证被拒了 才能申请601豁免 这个呢 往往需要额外的一年 或者一年多的时间 造成很多不变 所以呢 最简单的当然还是如果申请能够直接批准比较好 有的人讲到呢 说我因为工作原因 要求所有的人都是党员 所以我就入党了 或者呢 提到呢 说我的党员身份呢 是non-meaning for的 像这样 这些呢 根据我们看到的情况 很多时候不一定能够有用 这个non-meaning for呢 因为不是来自移民法的条文的 它是来自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 那这个具体情况呢 不见得适用于 在中国的申请人 至于退党超过五年呢 对于在中国的人很多来说呢 第一 不一定符合条件 第二 你即使符合呢 那也不一定就有对应的书面证据 所以呢 也有一些人呢 是从非自愿角度来解释说明的 但是呢 这个解释说明不能太空洞 不能自相矛盾 你需要有一个完整的逻辑列 那我们的客户呢 有这个在中国 在体制内工作的 也有这个在军队单位 或者转业以后 还在强力部门 比如说在监狱等等地方工作的 那么他提供了一个 合理的解释说明 解释自己的情况 像这样的呢 也都取得了移民签证 或者S85的批准 但是呢 那当然还要认真对待 那有的中介等等不负责任 很多人提到说 你可以隐瞒事实等等啊 那这个当然我们不能建议 签证官等等 生活在中国 他也了解中国的情况 有的人说 美国人反正也看不懂中文 那这个在现在这个时代啊 在显然也不现实 对吧 有计算机 然后呢 也有其他的 我们知道也有一些人 入境的时候 因为微信等等的内容 遇到了麻烦 所以你当然不能说 指望说啊 签证官不懂中文 所以我就可以随便糊弄 这个不太现实 而且呢 有的人比如说 他在体制内担任 这样那样的职务 或者担任基层的领导职务 对吧 那如果说他 没有党员身份 这个可能也不容易取信 对吧 那你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有一个说明 如果说 美国使领馆认为 这个人 他存在有欺诈的行为 那就更难取得移民签证 所以呢 这方面也要注意 那总之呢 我们看到 对吧 一个是关于党员身份问题 另一个呢 是关于你将来的打算 这个问题 还有呢 有一些人呢 他是经过中国的中介啊 等等或多或少的包装 然后取得了EB1 或者NIW的批准 那么这些人呢 在面谈的时候 也可能会被更多的质疑 他是否符合这样的要求 那也要相应的来准备 像刚才提到呢 我们律所有很多客户在中国 包括有教授 包括有其他的工程师 别的专业人士 他们呢 也都顺利的取得了移民签证 一般来说 你从开始阶段就要认真准备 如果已经出了问题过后 再想要弥补 那肯定呢 就更难了 对吧 这个英文叫 Up Hill Battle 所以从一开始就要认真准备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的是2024年 在中美脱钩的背景下 怎样顺利取得移民签证批准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